其实我们来掌握的是脸书粉丝专业无良公关公司 说民进党计 国民党计划 找狗仔偷拍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甚至呢还把这个立委明代的这个签名 给批图批在一张纸上 那么现在徐晓鲜生气哦 再度拿出截图爆料陈时中进选办公室 要求无良公关公司把脸书给关了 对此陈时中回应跟进办完全没关系 还痛批是蓝营在自导自演 今天上午行长苏仁昌也暗酸 如果自导自演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对 这个已经有说明 事实也已经清清楚楚 那如果有人故意歪曲或自导自演 那都要自己负责 好我们持续来掌握的是 脸书粉专无良公关公司 在9号的时候有先贴出了一封信 一篇文章 好这个是呢蓝营找人去偷拍陈时中 而且上头呢还有很多明代的亲笔签名 那么现在蓝营呢就非常生气啦 觉得说这根本就是移花节目 那么甚至呢徐晓鲜也当天晚上下了节目 直接是报警处理 那么现在有一票轻率的粉专呢 也是因此被告 因为他们在这个部分亲红照表情况下 直接在底下有留言骂人 甚至还开始疯狂的转发 那么现在呢这个截图也曝光了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无良公关呢 我们在这边有先帮大家框起来 他说我已经有跟禁办取得联系了 好虽然没有说是谁的禁办 但大家就在猜了 有没有可能会是陈时中的竞选办公室呢 然后另外呢 还有人说到底是哪边的禁办呢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现在还有人说那么有需要这个先提前 可能要是退出群组吗 什么的 这个是在瑟瑟科学也疯狂 里头哦 这个群组人数很多 有697个人 既然被炮轰说 这根本是不是一个网军的群组呢 而且这个求救串供 也开始曝光了 因为大家很担心说 要被告了 除了留言的人会被告 转发的人会被告 你这披露假讯息的人 你当然也是被告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担心说 这有没有可能开始在这个求救呢 黄英明就直言说 你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串供现场 好虽然成人中的竞选办公室 声称说他们根本都没有跟无良公关公司 有任何的接触或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许巧新呢 还是立刻PO出 刚刚这个群组的对话 内容有提到说 是阿丁的竞选办公室 要他关闭粉砖 而随后呢 他们说都看到了吗 那我就把这话收回了 他们就把这句话给收回了 好 许巧新认为说成人中应该要立刻对无良公关公司提告啊 如果对方都已经说是你下的指导棋 那你没有做 你应该是要提告才对啊 如果你不告的话 是否是某种程度上的心虚呢 而黎云测义的粉战 无良公关公司有PO出相关的文件指控 这讲完啦 许巧新啦 等人要找成要找这个成人中麻烦嘛 说找狗仔偷拍他嘛 要挑起社群的仇恨嘛 可是现在因为这个假文件造成一个大翻车 好现在呢这个群组也被抓包哦 在今年八月中的时候 因为不满高嘉瑜反对数位中介法 这个群组哦 居然是号召了大家总动员 要干嘛 要出征高嘉瑜的脸书 好就在这边呢 他们就是有这个七百多人的这个群组哦 他们当时就是跑到高嘉瑜的脸书 疯狂的炮轰他 而这件事情到底跟谁有关系咧 他们就说有可能呢 是跟这个不管是绿营车翼相关啦 还有呢有可能会跟一些焦糖哥哥 也有一点关系 这个是这个许巧新所表达的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了 许巧新号秀出截图啊 他们过去呢也曾经有分享 比如说是跟林智颖一起开直播啦 或是跟一些亲律的这个人士啊 开直播 就质疑说其实这个社团 或者是这个脸书 或者是这个粉丝专业 有没有可能呢 会跟绿营有某种程度上 比较紧密的关系呢 好另外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最近有陈智中一直说 自己的这个民调很高 但很尴尬的是 在10号晚间扫街的时候 又被年轻人呛了 呛他说你防疫不利 你还阻挡疫苗 网友就笑他啦 说你不是说自己的民调很高吗 大家都喜欢你吗 那么针对上这样子的 有人踢爆说 怎么会用这样的假讯息 去抹黑蓝营的明带 甚至还未造明带的签名 在网路上大肆的散播 这已经是违法了蓝军 现在起的提告 而徐晓星也在爆料说 这个侧翼曾经帮这个 焦糖哥哥进行广告宣传 看起来呢 除了跟城市中的敬拜 互动很密切之外 跟其他的绿营人士都是关系匪浅 全镇斗鼠两个礼拜 城市中加紧脚步 晚间到饶和夜市扫街败票 却又被年轻人狠呛 即便一旁动算声不断 仍掩盖不了民怨高涨 尤其近日绿营网军 特意疯狂出动 脸书粉专无粮公关公司 竟然捏造蓝营找狗仔 跟拍的假公文 为照蒋万恩点人的签名 无粮公关公司被旗底 负责人曾拿着民进党党政拍照 造谣事件爆发后 测译群组对话里 无粮公司透露紧急关账号 是和竞选办公室讨论的结果 丑闻背后的主使者 难道真是陈时中 与竞办无关在我所知 我想在选举 不需要太多的侃托 不要去牵托别人 但许巧心在爆料 在陈时中进办负责社群操作的 焦糖陈嘉行 曾和无粮公关一起直播 还接受他的广告宣传 或许可以协助破案 网友留言这下焦糖变黑糖 一连串翻车现场大逃杀 狂酸白年秀的同传度 今夜牵手吃折缘 陈时中应该要立刻对无粮公关提告 否则某种程度就是心虚 陈时中被曝牵手人 其反控国民党找人偷拍 侧翼直接用假公文捏造出来 各界傻眼这种选举手段实在有够坏 好像讲到选举奥部只是说有点烂而已 这个在以前翻天啊 翻盘啊 整个选情翻转啊 选战关键时刻 威力强大的绿营侧义 不知还有什么可怕怪招会使出来 记者黄一聚 林佩杰森局小组台北采访报报道 好我们刚好看到 无粮公关公司分享这个文件 甚至呢还说是许巧心等人 对特定的候选人在泼脏水 找人偷拍 结果现在呢被许巧心提报 这签名根本就是味噪是假的 是移花接木的 同时呢也点名要对谢力胜插话 杜承哲医师的粉砖来提告 那么现在苏伊丰医师说话了 他说他有可能是 他自己害学弟变成侧翼的 怎么说呢 他说一开始 其实社会上没有什么人认识他学弟 他就曾经介绍他学弟啊 可以去上上节目啊 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啦 分享自己的文章啦 就没有想到呢 他说他的学弟人开始走红之后 行为也开始变直了 好这个是苏伊丰医师在17小时的 这个网络上面的发文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关于这个无良公关公司 涉嫌造谣关闭粉砖 在line群组色色科学也疯狂 有发起发言 现在呢也被起底 说曾经有出征过立伟高嘉瑜 对此立伟高嘉瑜就酸说 这些侧翼专门是在做一些这种小朋友 小儿科的行为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陈友 好主播观众 雷关新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无良公关公司在散布了假讯息之后 是关闭了粉砖之后呢 他也在line群组色色科学也疯狂当中 直接点名这个是阿中进办要求 他们必须要关闭的 现在大家也在起底这个line群组 色色科学也疯狂 发现他们出征他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 就连立伟高嘉瑜也是受害者 因为高嘉瑜先前呢 是对于数位中介服务法 持反对立场 结果管理员就在line的群组当中 直接点名要大家去留言灌报高嘉瑜 而对此高嘉瑜今天也有了最新回应 带你来看稍早访问 当然我也不意外啦 因为我早就是这些 所谓侧异的眼中钉喔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一种 集体灌报的行为 其实就是一种网路霸凌 那也无助于就是 大家对于事情的讨论 而且其实事情公开之后 反而让大家更反感 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 这些侧异的行为 爱之是足以害之啦 就是他们这样子 可能自发性的行为 但是反而让大家 对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更加厌恶 所以我是觉得 不仅无助于事喔 而且反而是帮倒忙 好听到高嘉瑜指出呢 现在侧异看起来是在对 民进党的选情帮倒忙 因为呢 伤害看起来是大于利益的部分 那当然高嘉瑜呢 也进一步的开炮这些网军测译 认为他们都是在做小朋友的事情 我们也来听一下高嘉瑜怎么说 因为测译真的很多啦 说实话我也没有一一的去了解他们 平常的这个在做什么 也没有去看他们的粉专 所以我觉得这些测译就是他们 可能自己很开心嘛 因为他们有一个群组 然后还会聚餐等等 我觉得这很像小朋友的行为啦 那他们可能就是每天就是很高兴说 我今天出征了谁 然后这个聊这些 然后就觉得很快乐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 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说他们开心就好了 但是不要去影响别人 我觉得还是他们还是会就是以此为乐啦 因为毕竟这就是他们的兴趣 跟生活的重心 但是我觉得大家就平常心看待就好 那你会不会也听讲这些 又被他们拿来攻击 我觉得我们就是活在不同的世界 因为他们就是活在他们自己 就是测译的世界 那我们是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 那我们真实世界是有很多事情 要去处理的 这个有很多事情要去关心 所以我们真的跟他们是两条平行线 听到高嘉瑜指出 他觉得他跟这个测译就是活在 两个平行世界 话说得非常的酸 当然现在这一整起事件 沉重的进办 倒向是蓝营在自导自演吗 而高嘉瑜是说希望在选战前 或者是选战前 可能时间来不及 但是也希望在选战之后 可能时间不久 就赶快把这一整件事情 给厘清清楚 以上是这一节的国会最新 粉砖造假综艺持续发酵 徐晓星也曝光了LINE对话截图 显示进办要求 无良未造签名文件 抹黑国民党找狗仔跟拍陈时中 而对此陈时中在今天也回应 说进选办公室跟无良公关 一点接触都没有 完全没关系 国民党如果硬要这样做连结的话 大可不必可以停止了 黄山山则表示说 自己过去曾经被蓝银抹黑 在他看来 其实这就是一场蓝绿的恶斗 五十步效百步 无良公关的粉砖争议 因为徐晓星是说 跟靳总的这个交堂 好像两边的交情是蛮好 那另外还又在po出了很多的截图 那不知道部长您跟他 就是这边有没有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想这个事情 对我们靳总来讲 我们是一点接触 我一点了解 什么都没有 硬要做这样的一个连结 我还是觉得 大可不必了 可以休矣 应该可以停了 民党昨天开反奥部的记者会 那国民党今天又开记者会说 民党就是做贼喊抓贼 你怎么看 那这样讲 他要举个实力出来 确实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尽量都维持相对的低调 希望能把选风带引到一个 比较正确的一个角度 绿的侧意给害到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谁害到谁 每一个成年人自己做事自己负责 我昨天就是看说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蓝绿恶斗 蓝斗绿绿蓝 两个不断的用各种方法 想要把对 无所不用请求的做这些事 蓝营里面也有 也有类似的侧意做过很多 把我也抹黑不是吗 所以重点是 抹黑别人本来就是不对的 而不是声援谁的问题 蓝绿里面为了恶斗 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 不是今天才有 我想这个也不用五十步小百步 昨天薛小新演书有曝光最新的对话内容 他们说这个本专是禁办妖狗要删除的 那甚至还说要帮忙愁虑失败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看不到就是蓝绿恶斗 现在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感谢观看